一盘烧青菜是民众每餐必备加油之一 只不过中国民众想吃 恐怕得掏出更多钞票 刚才那个生菜 原来也就是三块多钱 现在刚才喂了喂六块 还有菠菜一开始也就是 最多也就是五块钱金 现在刚才喂了十块 中国各地最近菜价飙涨 翻了不止一倍 连黄瓜也飙涨 现在这个季节中后 也是求荒不切的时候 大碰菜还下不来 室外的菜已经不行了 爽香了是吧 所以他们卖的就贵点了 离谱的是五花肉一斤才10点8月 告诉没有菜 第二没有菜 没有菜 能收到原来数量的多少 一倍 为这样不好说 与中国7月以来遭逢暴雨清洗 大有关系 导致蔬菜产量锐减 出现了菜比肉贵的奇景 蔬菜基本上是 每年二三月份是一个高点 之后到春节之后 就开始逐步下降 到六七月份是个低点 近来中国限电不仅入冬之际 煤炭价格上涨 现在就连菜价也飙升 让民众大呼 核不食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